光丰农会有建于中区的青农 栽种有机稻米没有地方可以碾制 特别赤枝将原有的粘米厂空间区隔出来 作为有机稻米的专用粘米厂认证公司的人员 特别到现场勘查查核厂区设备以及制成 农会的总干事林清水表示 如果有相关的缺失补证之后 预计最快在下个月就可以取得认证 提供中区有机农户更便捷的服务 筹备了一年多 官方地区农会有机专用粘米厂 认证公司特别派员到场实地勘查 查核厂区环境设备以及制成 总干事林清水全程陪同说明 希望能顺利通过 实际上问题是我们社会的趋势 然后有机的周围是个全球趋势 因为越来越多人来注重食品安全 官方香我们也有很多有细蔬菜 然后最近有很多的有机的稻米 所以本身我们农会跟农夫来去做 有机红糯米、有机黑糯米 还有有机的白米 本身就有20公顷 然后像很多青年回来做了 也选择做有机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有机连语厂 是提供花园线中区各乡镇 这些小龙有机米的一个代工东西 我们希望在这个业务之后 让我们的社会可以吃到最好 更好安全的一个有机的米 本身我们官方农会 这个有机电影厂 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单位 因为我们跟农民去做 进行我们加工才真正的有机的一个食品 花园有机水稻在中面积逐年增加 然而除了北区的花园市农会 以及南区的福里乡农会设置有机粘米厂之外 中区乡镇几乎没有有机专用的粘米厂 为了提供更完善多元的服务 同时确保食安 官方农会特别辞职设置有机稻米专属的粘米厂 碾制无污染的有机米农产 我们有机的要跑去请人代工 像我们红糯米最远跑到伊兰 我们是讲真的跑到伊兰代工 然后白米可能要跑到复理也好 然后真的花园市有机粘米厂 可能就是花园市拿复理 我们现在第三家 我想我们可以服务到我们中区的这些小龙设备 它本身也有自己的通路 然后苦于说没有这些正常设备 有机的有机米认定 所以你说你的倒不是有机外 因为连联制构成之中 也还是有机工厂出来才是真正有机米 官方地区农会有机稻米粘米厂的设立 提供中区小农代工粘米服务 而农会也和在地农民弃作有机米 以及部落传统的红黑糯米 面积也将近有70多公顷之多 这一次接受认证公司的严格限刊查核 若干缺失补证后 总干市令清水进一步指出 预计最快下个月就可以顺利通过 今年就可以提供有机专则专用的粘米厂 让中区有机农户便捷且制成安全的服务 记者是玉兰光复报导